飲料店制服的男員工 拿著一雙又黑又髒的運動鞋 在同事的嬉笑慫恿下 竟然把鞋放入鐵鍋中 一旁同事還撒上疑似清潔劑的粉末 接著男員工還用鐵夾 把鞋子壓入鍋中浸泡 攪動疑似是在洗鞋 結果影片被PO上網後 有自稱前員工的網友說 這個鍋子是用來煮珍珠的 這樣離譜又不衛生的行為引起 踏乏事後查出這間飲料店未在雲林 衛生局上午立刻派人進店內 稽查 業者也趕緊解釋 衛生局調查後 確認使用的器具 真的是報廢的 也不會再去煮食物 但還是要求業者要管理好員工 不過不只有用鍋子洗鞋 影片中男員工在倒垃圾時 還對著地上的垃圾踢了好幾腳 並且對鏡頭比讚各種離譜的行徑 衛生局說業者已經將員工辭退 也承諾會做好管理 華視新聞 楊宗穎 吳建宏 余林報導